大家好,我是单身朋友在中国的小慧 女人不穿内裤出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为此,我专门采访了五位有经验的女士 我们一起来看看,她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第一位乔婷婷,今年31岁了 她说,有那么几次我跟我男朋友出去的时候 我就穿了条长裙 然后呢,里面就啥也没穿 是啊,没错,就是不穿内裤的那种 你可能会觉得我有点疯 但真的,穿长裙的话,谁能看出来呢 其实我这么做还有个原因 那就是这样超级方便 出门啊,上厕所呀,什么的都省了不少麻烦 不过,这种方法也有个小缺点 就是很容易把裙子弄脏 我后来就聪明了,穿条丝袜在裙子里 这样一来,裙子就不会那么容易弄脏了 说起来啊,你可能不信 但不穿内裤真的超级凉快 尤其是夏天小风一吹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哈哈,说不清 总之,就是那种特别清凉 特别自由的感觉 还有一点啊,我得说 这种方式也有点刺激的感觉 虽然我穿的都是长裙 理论上是看不出来的 但在脑海里,我总会有种光着屁股的感觉 这种感觉让人有点小兴奋 你说我们这些热恋中的小情侣 不就喜欢这种小刺激吗? 所以,我觉得这样穿对我们的感情 可是大大的加分呢 第二位,金小轩 今年25岁了 他说,我就喜欢在这种炎热的夏天 放飞自我的感觉 有次周末,室友都出门了 我在家收拾房间 那天天气热得要命 就我自己在家 于是我就只穿了一件大短袖 几乎遮住大腿 没穿胸罩,也没穿内裤 上下都通风,感觉爽极了 我大概忙活了一个多小时 把不穿的衣服,破掉的丝袜 还有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都收拾了一下 打包好后,我准备坐电梯下楼 扔到小区的就衣物回收站 等电梯的时候 电梯门一开 里面站了一对父子 小孩子抱着个大游泳圈 估计是要去游泳 我头也没抬 进去就低头看手机 然后,你猜怎么着 那小孩就在电梯里开始转悠 还往我屁股后面看 突然,他竟然大声说 爸爸,这个阿姨没有穿小裤衩 那时我全身都红了 我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我就只好尽可能地靠在墙上 心里默念电梯快点到一楼 一到一楼 我连忙提起那包就衣服就往外冲 当我准备走出门禁的时候 一个大哥正好一面走来 那一刹那 一阵风从我胯下吹过 把我短袖都给吹起来了 那个大哥瞪大眼睛看着我 我也没时间解释 转身就跑了 后来,每次我早上上班 遇到那个小孩 他爸爸都会赶紧捂住他的眼睛 让他背对我 唉,我也很愧疚 真的,我本来应该做个好榜样的 这短短的几分钟 真的是让我感到羞辱无比 第三位,田小雪 今年29岁了 他说,那种感觉怎么说呢 就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下面那里就觉得空荡荡的 好像没有安全感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看妇科 那位医生是男的 而且真的很不耐烦 我到那儿 他就让我赶紧交费 然后让我脱裤子躺下 完全没有顾及 我可能会紧张 可能会害羞 他看了我一眼后 就告诉我是盲囊炎 让我走了 我当时羞得我快要死了 然后匆匆忙忙地提起裤子 就跑了 走出医院很远 我就开始感觉下面有点不对势 我就蹲下来一看 原来是我只顾着穿裤子 居然忘了穿内裤 结果内裤已经滑到了脚踝处 还好我的裤子是松紧口的 没露出去 然后我赶紧找了个公厕 重新把内裤穿好 你说这事儿也太尴尬了吧 第四位赫莉莉 今年37岁了 她说 我得告诉你 我有个习惯 刚开始可能你会觉得有点意外 我一开始穿瑜伽裤的时候 都是有穿内裤的 但后来发现 无论我穿什么样的内裤 哪怕是无痕的 哪怕是钉字裤 都会在裤子上留下痕迹 于是我就开始试着 直接穿一家裤 不再穿内裤 刚开始的时候 确实觉得有点奇怪 就感觉屁股冰凉的 特别是那次我在地铁上 直接坐在金属皮的椅子上 感觉就好像是 光个屁股坐在那儿似的 还有个问题就是卫生问题 这个其实还好 我穿瑜伽裤 都是穿一次就洗一次 有时候还会把卫生巾 直接贴在瑜伽裤的裆部 所以卫生问题基本上能解决 然后就是 我发现 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穿的 其实有好多姐妹们 也是这么穿的 所以 其实瑜伽裤或者任何紧身裤 都是可以不穿内裤的 只要保持卫生 最初的不是赶在穿过一两次之后 就会慢慢适应的 第五位姜莎莎 今年32岁了 她说 那种感觉嘛 首先是觉得超级凉快 就像你平时都是穿了一件特别紧的衣服 突然有一天你不穿了 那感觉肯定是凉快的 而且因为你特别在意它 所以那些感觉就像放大镜一样 被你无限放大了 然后 第二个感觉就是不舒服 特别是当你出汗的时候 感觉那里都是搭搭的 真的是超级别扭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平时都习惯穿着它 一旦你突然不穿了 就会感觉特别不习惯 你想想 如果你平时习惯不穿 然后突然有一天你穿上 你也会觉得超级不习惯的 对吧 最后小会觉得 内裤的束缚像一个牢笼 对身体的自由进行捆绑 脱去它 给了身体一种无比的舒适感 尤其在炎炎夏日 当一阵风轻轻吹过 那种凉爽的感觉无以言表 女性的生理结构是内向的 炎热的天气下 繁多的束缚 只会让身体感到更痛苦 放下这一层防备 不仅带来了清凉 也带来了心灵上的自由 不过 轻松自在之后 也要面对一些问题 裙子一脏的问题首当其冲 解决的方法也并不难 只需多备一些洗涤剂 更勤换洗裙子即可 另一个问题是在经期 或者其他需要卫生护垫的情况下 内裤的作用便显而易见了 此时你可以选择使用卫生裤 或者直接把卫生巾粘在裙子的裆布 再或者在这些特殊日子里 短暂回归传统的穿的方式 也未尝不可 在享受这种自由的同时 我们也要注意到它带来的风险 保持裙子的清洁 注意裙子的长度和材质 这些都是必要的 短裙可能会因为风吹 或者坐姿不慎 造成走光的尴尬 另外 有些材质的裙子穿在身上很舒服 但可能会对四处的皮肤产生刺激 选择时要特别注意 这样的选择 让你在裙子的束缚之下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由 放下了内心的防备 你像一只小鸟 纵然身处隆中 依然能自由翱翔 你尊重了自己的身体 用自由的方式告诉世界 你是你 你有你的选择 而这种选择 也让你在习惯和传统之外 找到了新的乐趣 最后 要记住 对于自己的身体 我们有选择权 但同时 我们也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享受自由的同时 不忘保护自己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享受这个世界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有点道理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 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是单身朋友 在中国的小慧 大家好 我是小慧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分享给你们 我想告诉你们 我已经开通了 会员视频频道 我将在这里 分享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欢迎大家订阅会员 一同来分享这个旅程 我会在会员频道 定期更新专属视频 让你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 了解我经历的故事 你们的参与 你们的订阅 将是我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如何投稿给我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 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 点击投稿链接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 请不吝点赞 订阅